粉碧水晶结石 上一条我们手里 bring sorodium aldei酶 焯酒汁殿酶 我们都想试多个 没有理由只是一个比特别 起码先看一个也好 我选了一个酱玻前 Led-to-Bomai 由两个元素组成 我写在这里 PB-BR2 PB是什么? PB在这里 你记得我说斜线这样分成Metal和Metal PB在这里的时候 这是Metal BR就是这里 所以这里是Metal和Lon Metal 组成的 这个例子Metal和Lon Metal 就是说应该是属于这一类 这一类的时候 你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看看固体的时候 和Solid-State和Molton-State 是不是Solid-State不导电 Molton-State导电 这个我们就不会试AQ-Solution 因为本身来说 有些限制 这个Led-to-Bomai 这个东西 In-Straubble in Water 不容在水中 你想试也没用 那没办法 只试Molton-State和Solid-State 为什么选择它呢? 原因很简单 Led-to-Bomai 相对来说 Melting Point 是比较低的 Melting Point 涉事300多度 我记得 好像涉事370多度 如果没有记错 如果370多度 Bunson-Burnard的火 足以溶到它 所以看到 很多时候 我们学过 这个Halogen 刚才是Solid-Mildi 现在是Led-to-Bomai 如果是希腊 这些Cumpan 有它在里面 即是Metal 和Long Metal 组成的那些 Melting Point 也会相对低一点 我们很喜欢选择这些 如果要找Led-Melting Point 容易溶解的时候 就拿这些 我们就要看看 现在是什么情况 先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 我们放了一些Led-to-Bomai Led-to-Bomai 大家不太熟悉 经常听见我这些名字 我给大家一些资料 这些 就是白色固体 起码见过白色 如果在学校做实验 我会试试给大家看 不过暂时 暂时不要 这里有两支 一槽道典 一个正 一个负 看清楚 一边是正 我写到正号 大家可以看 正一负 待会看影片 正负 你也要注意一下 我们有一样 就是 一开始固体的时候 试一试 到不到电 看看灯泡 能不能亮 试到能不能亮 然后 这里再加热 融解 变成Multurn Stain 这里 是Multurn Net-to-Bomai 又看看灯泡能不能亮 当然 装置 这里有一条 Gas Tipping Gas Tipping 这里只是玻璃管 玻璃管 通常来说 首先第一样东西 刚才这条溶 其实也有机会 揮发出来 还有 有机会出来 不知道有什么生成物 有些生成物 如果有毒 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 这条管 还有一条 胶喉 胶喉 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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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 其实会抽出外面 不用在实验室里面积聚 以防万一 事实上是有毒气产生的 我们就看看 这个实验装置的理由 是刚才说的 我们先找一条片出来 就是这条 先放好一点 先把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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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 但问题是一定要有人做 否则我们生活用不到的东西 缘、臭的东西都拿不到 好了,来吧 刚才我说有白色的LED2BO就是这一堆 下面要准备加热 这里有电路 这里有一个安培计 可以看到有没有电流经过 后面刚才过了 还有一个电源 放在固体的LED2BO 放在固体的LED2BO 放在固体之后可以接触到 你会看到标的标 没有任何规律 在固体的固体 没有电流通过 固体的时候 我们开始试试 multurn stage 加热主容 multurn stage 你会看到的固体 开始凹凹 其实是正在溶 正在溶 正在溶 已经溶了 这里有些冤出 你留意一下 这个固体是懂得化 即是说有电流产生 即是说我们看到固体的时候 不倒电 multurn stage的时候倒电 这次还看多一件事 我想你看看里面 发生了什么 因为之前的影片 看不到什么 这里是正极 这个正极 有些中式气泡 当然 我看不清楚中式 后面会 它套了一个胶套 看到这里 透明胶套 这里是中式 其实就是刚才那些气泡 走上来的时候 我们困住它 看到有中式的气体 另外这边 看了这么久 都不觉得它有什么 事实上是有事发生的 我们停了实验 将刚才multurn stage multurn stage 就 停一停 你看到 它倒了 那些multurn 的lactube 埋起来 之后 这里有些反光 银色的东西 在这里 这些其实 就是圆的金属 因为是银色 当然 别人问你 是不是金属 你可以 有方法试 是不是金属 金属有些特性 我们教过 金属有什么特性 它可以导电 你可以等它 在这里 在这里导电的时候 试试 导不导电 如果导电 就肯定是金属 那我们用lactube 煮起来 那什么金属 猜都猜都猜 是不是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里更加清楚 好了 在这里解释 我们不要看 我宁愿再看一次 它倒出来 OK 在这里 再看一次 这里倒出来 lactube 接着那些 就是圆的金属 因为温度很高 300多度 圆已经溶解了 变成液体 这样 这个不用看了 OK 好了 那 我们仍然也是一样 它 这个情况 跟我们第一次说的结论 是吻合的 固体的时候 不到电 融用到 状态multurn stay 就倒电 虽然没有试 Aquid solution 不要紧 现在的情况 就是我们想讨论多些 讨论些什么 就是 刚才有两样东西 产生 其实是这样的 这里有很多名字 刚才我特意提醒大家 正极和负极 positiv 2 正极 以财解电极 这两支就是电极 通常用graphy 我写回graphy 可能大家不太懂 graphy 整枉 刚才看到有些啡色烟 啡色烟是用LED2煲 那些烟是煲面 gas 煲面就是臭 刚才我们看周期表 都说了这里 这个BR 另外 PB 看到银色的圆 就在这里 Led 就是圆 PB 臭的BR 这里的2 先不要理他 我们以后再解释 为何有2字 现在解释 发生什么事 或者我简单 写整句说话 首先第一句 PB BR2 原本是固体的 S 表示固体 Solid 刚才你见到它做的时候 它就加热 加热 我们用了三角形 表示加热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 虽然不太懂这些东西 但我们尽管先写出来 以后再印证 这样写 对不对 首先第一件事 加热 主容 L 就是液体状态 我刚才提到的 Molton State 变成液体 这个东西 原来的离子 我们都知道 之前提到 应该有些 Charge Particle 至于是正极 还是负极 暂时不要讨论 我们总之知道 一定有正离子 一定有负离子 我们称呼这些离子 在融融状态的时候 叫Mobile Ion Mobile 我之前解释过 是什么 可以流动 其实如果你用中文 它更加贴切 它叫自由流动 离子 负责导电 在刚才Molton State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臭 中式气体 斑加热 然后 SILVER V SOLID 银色的圆 在KUSIB 底部 其实 原因就是 这里写的 它说 PB2 它是正离子 你自己想像 它当然是走过 腹极 它走过腹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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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 这个电子 这个泵 这个电池 是泵 泵 泵些什么 喜欢的时候 泵些电子 在流动 它就会泵些电子 给PB2 拿了PB 这些写法第一次见 我们将来 讲电解的时候 再详细解释给你听 总之 它的意思就是 这个离子 拿了电子 电子负 电子负 你拿回两粒 这里好像少了两粒 电子 它就变回原本的ATOM 即是这里 变回ATOM 这里就是 一个离子Ion 另外 BR负的时候 它是负 带电荷 当然是被正极的电极吸引 走过去 走过去的时候 第三句就是这样说 BR负 它是如何 它就 我给电子 有电子多 那么 我将两粒 BR负 变回 BR 然后 将两粒 变成BR2 这两粒 就给了过去的正极 正极 那边 就是说 电子在这里走上来 然后在这边 返回 到这里 一个循环 所以刚才才看到 有些BR2 这个情况 刚才整件事发生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解释 不过你暂时不认识这些半方程式 Half Equation 总之 你明白发生什么事 就是 Lat2 Ion 拿了电子 走到负极 然后 变成原子 ATOM 然后 BR负 走到正极 让电子 由自己 把两粒 的原子 变成BR2 的 Molecule OK 整件事很有逻辑 就是有Ion 固体的时候 Solid Latubomine Deslock Conduct Electricity 为什么 因为是有Ion 但是它们 Alock Mobile Ion 在固体的时候 但是到了融融状态 任你走来走去 所以可以渡到电 这个就是 我们再解释多一点点 而且有些Observation 观察到 就可以令到我们更加清楚一点 好了 那 我们 先看这段影片 我们下次再试 第二个Aquis Solution 的例子